人人都渴望过上美好健康的生活 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过上美好健康生活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有着很大关系 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就要养成怎样的生活习惯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多样 人们更加注重身体健康 可有的人看了很多关于养生的方法 却迟迟不能行动起来 直到身体有所不适或身体已经发出了预警 才肯有所行动 不管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首先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 一个人的身体情况除了先天的因素外 更主要的是后天的环境和个人习惯都有着很大关系 凡是长寿的人大多都拥有一个好心态 他们总是积极乐观面对现实生活 久而久之都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小时候由于穷只能吃粗茶淡饭 有时候还吃不饱 从来没想过控制饮食减肥等事宜 可如今生活条件好了 想吃的都能吃到了 反而身体不允许了 一边在挥旱减肥 一边控制饮食 不过这说明已经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只要坚持下去 做到清淡饮食 少吃油腻 辛辣食品 远离垃圾食品 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依然能让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 去体验生活的美好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总能看到一些悲剧 一些年轻有为 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 由于突发疾病离开了人世 让人感到悲痛和惋惜 尽管说人总有意思 但我相信大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好好的活着 希望都是美好的 要想变成现实 就得付出实际行动 比如早睡早起 吃好一日三餐 让自己精神饱满 做到劳逸结合 松弛有度 看似简单的生活习惯 由于工作和各方面的原因都很难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 尽可能逼着自己养成 该睡觉的时候 就把手机扔到一边 少想一些烦心事 让自己好好睡觉 想要拥有健康的体魄 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 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让自己过得轻松而自在 千万不要去攀比 生活是自己的 和别人无关 不要太在意的看法和说法 更不要太敏感 自己过得好不好 根本没人会在意 唯独自己最清楚 从今天开始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就要有所行动 养成锻炼身体 保持良好心态的生活习惯 尽力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努力过好当下的每一天